原标提前TVB花旦戏坦言 想拍剧不怕熬夜曾主演 飞虎之前行极战本文编辑剧透社 Jackson早前凭着邵氏超级网剧 飞虎之前行极战 人气极声的吴永威 他在剧中扮演黑社会女老大与男主角黄宗泽 是一对母子二人对手戏非常多 因而更加备受剧流的关注 不少网民都十分可以继续看到吴永威拍剧 昨晚吴永威出席公开活动期间受访时 他直言自己戏也大发想继续拍剧 不过正在物色一个合适的剧本 他表示我喜欢拍古装 民出戏也想演黑帮 作为演员我什么都想演 想趁自己的脸仍有轮廓时多拍戏 不怕哀夜开工或哀悼 平日在家也会哀夜看电视剧 最近晚晚追看一不容情1969年出生的吴永威 现年已经50岁了 相信大多数戏迷都十分熟悉他 吴永威曾是TVB奇亚市两大电视台的力捧 当家花旦知名度想见湘江地区 无人不时在2013年 因为与无限产生合约纠纷 而提前解决之后 转战内地拍剧 直到今年才回流反感吴永威 最早于1989年 参加亚洲小姐竞选入行 当年被视为冠军大热门的她 最后在大赛中 却无缘进身前三角 只夺得最上镜小姐的名闲 但尽管如此亚市还是十分赏识她 并牵她在旗下吴永威 因此正式投身娱乐圈 出道发展在亚市期间 吴永威主力拍剧 首部参演的剧集是司机大佬之后 吴永威或亚市高层点名利捧 继续在多部剧集中担任重要角色 包括再造繁荣 九十都市情怀之流离之恋 家偶天成 玩看金昭以及豪门等 吴永威很快就成为亚市当家花旦 备受外界的关注 九十年代中期吴永威转头到TVB旗下 继续发展初期 在吴县她负责儿童节目的主持工作 到一九九六年为止 吴永威首度参演 吴县重头剧集天地男儿的演出 并单正女主角的戏份主演 凭着出色表现吴永威 评开剧迎接民心极好平均下来 她又继续为吴县 单正第一女主角拍摄多部剧集 包括刑事情报车 原来自有机 金之遇念二 一神话佗 无业楼民 以及街市的童话等 令当时的吴永威与蛇士曼 滕立明等 其其上位 成为了TVB逆捧的当家花旦之一 2013年 吴永威 因为与吴县某女 高层发生了纠纷 当年港媒报道指 吴永威被女高层践踏尊严下 忍无可忍 爆发因而决定提前与吴县解约 故她在拍毕当年的台庆剧法外风云之后 便正式宣布与吴县结束长达21年之久的编入关系之后 转战内地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